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娘 嗯 把这个给妈倒住间去 嗯 妈给你拿水啊 嗯 妈快过来快过来 咋了 好 在家听听咋了 我的妈呀 那个姑娘 快快快上学去 一会儿该晚了 上课注意听讲啊姑娘 嗯 快点走 别晚了 听话啊 我的妈呀 行了吗 够了 这么好啊 李叔 啊 有事啊 啊 没事 随便看看 干活啥看你 你是没看过呀 还是没看过呀 你如果不说话 能把你当哑巴卖了不 那不能不能 还是的 你哪那么多废话啊你呢 行了 我不说了行不 走 车不错呀 爷们 我是真想当哑巴 但我憋不住啊 你说说说 这是破车 谁开啊 我开啊 什么人开什么车啊 什么事啊 都得去努力 要不然啊 那你说怎么办 不行咱们再说嘛 对吧 努力完了再说 好 西方姐 嗯 你放心吧 这东西它收下了 咱们贷款的事都有希望 你可不知道 当时亏了我跑得快 要不然它那三百块钱 真递到我手里了 哎呀 你也太实在了 你以为人家真要给你钱呢 那是变相地问问价钱 好垫量垫量你这礼物的分量 你信不就你在那儿坐到晚上 这这钱也掏不出来 是不原理 这个我倒不知道 但是吧 我觉得说三百吧 还不如说五百 都一样 咱大趋势是好的 毕竟没收李主任的钱呢 要是收了 别说三百 就是你可不给他加一百块钱 咱们这贷款的事也黄了 哎呀 不得了 不不得了 我家找贼了 找贼了 不是 贼呢 不知道 那没看丢啥没 有个庄严的坛子没了 就丢了一个庄严的坛子 啥事的 辞的都老多年了 老多年了 哎呦那玩是不是古董啊 古董 我在电视看过就 就这么大一小东西 都只上百万 是 上百万呢 那可不 除了专严的坛子以外 别的东西丢没啊 没丢 就丢个坛子 啊 哈哈 小偷啊 不可能光偷你个坛子 肯定是你自己放哪儿了 你忘了 好好找找去吧 啊 二方 走 哎哎 上 你好好找找 上百万呢 你在这儿瞎忽悠啥 你懂咋的呀 不是 他说老多年了 那背不得是古董啊 净扯啊 哎呀 当初学步 嗯 没起我之前 就那嫁妆啊 你帮我处理啥的 谁呀 糟了 咋了 李主任还是把钱还给我 啊 我看看 你咋知道是李主任呢 警察给我买手机的时候 已经交了电话费了 你看这上面现在写什么 您已交电话费三百元整 那你说还会有人给我交吗 不会啊 肯定是李主任 现在不是钱不闲的事了 关键是这贷款 能不能办下来 我给李主任把个电话打了 哎 那可不行 对 这电话不能打 哎 那我怎么不呢 这 这 李主任 杀杀买得来了 谁让你别提三百块钱的事 哎 你就跟他说送个更贵的东西过去 嘘 喂 李主任 是我 我是张媳妇 贷款批下来了啊 什么 怎么 这钱不用了 我告诉你啊 我这边烂摊子 可是一大堆 你上午说要不用啊 下午可就指不定被谁带走了啊 哎 我我我 我要啊 行行行我马上就去 那三百块钱电话费 存进你手机了吗 那钱我收到了 李主任你看 这事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哎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抽个时间来办手去吧啊 哎 行 我见面再说 好好好 我马上准备 你等着我啊 谢谢谢谢 哎哎哎再见 贷款办下来 办下来啦 真的假的啊 对啊 看看吧看看吧啊 这钱呢也退回来了 东西呢也收了 你们呢两个万事通 老板人往瞎了想 姐 行了收拾东西 我得赶紧去一趟 好 好 好 哎电话 我看 别大呼小叫的 哪来的贼啊 袁凌送给张西凡呢 不是我就纳闷了 我这东西 我的东西 说送人就送人呢 哎 正好袁凌你回来了 你说你 我的东西 你咋送给张西凡了呢 啊 你赶紧给我要回来去 那都送人了 那咋要回来啊 我同意的 你同意 你同意 我没同意 袁凌啊 我告诉你 你赶紧抓紧时间 把那坛子给我要回来去啊 人家跟我说了 我那个玩家是古董 要是卖了 那只百八十万呢 啥 谁说的 二望啊 哦 二望啊 他说的 不是 二望说的咋的了 关键人 二望是在电视上看见的 那二望说话有假 那电视上还有假呀 啊 你赶紧给我要回来去吧 你咋从送人就送人的 那坛子是我们老王家的传家宝 那传家宝也晚了 那已经给人家那个信用社的李主任办贷款用了 你就是给张主任办贷款也不行 你就是给延安老子 你也得给我要回来去 那啥呢 你当初你不是要一百块钱吗 嗯 那我只有一百块钱给你行吗 不是 潮玩一百块钱 哎呀你也太欺负我这老太婆了 你一百块钱去上买古董啊 你想的美 我跟你说啊 你你你赶紧给我要回来去 你你不需要一百块钱去上买哪个圣告 是 myself 你好 你是 own 都行吗 喂 圆灵啊 我还没到呢 什么 什么事啊 那好好好 你先别着急 我马上再回去啊 等着我 你看 直接有这个 你说你呀 天天愁眉苦脸去干啥呀 就为那猪啊 要不再买块黑的重新染一遍 不染 染完了姑娘又该到处说了 猪变色了 猪变色了 这多吓人哪 再说了 那买那些染发剂不还得花钱吗 不染了 我现在要说你妈 你肯定还得生气 你说当时我说多少遍 我就不留 不留 你现在看这绝对就是个错误 你等着吧 将来不定出啥大事 那你说咋办呢 敢我也敢了 敢多远得不走啊 那不还回来了吗 你说咋办 我哪招咋办呢 要不然这样 我今天就听你的了 你说把那猪杀了 我现在哪把道出救就杀了 你说那话有用呢 现在听过的 你当初咋不听的 还杀了 那小个猪能够多少肉 杀了 哎呀妈呀你可真有意思 你还真想吃那肉啊你 谁吃啊那不你说要啥的吗 来啊 远远 啊 松Ч 松快转 小心点儿 这М就咋回事啊 kita 师父 那啥 我们家的坛子 是不是拿去办贷款去了 是啊 媳妇啊 婶子问你 那贷款的事带下来了吗 马上办手续 你看贷款这么大的事 人家都同意了 是不是也不差 我们家那个坛子了 婶儿 你啥意思 那个 她那意思吧 她想要回那坛子 她说那坛子吧 是古董 媳妇啊 那个啥 那个 你看 不是婶子不支持你的工作 可是你得想想啊 那信誉社的干部 为啥收了你一个坛子 就这么快答应 给你贷款了呢 婶儿 你们到底啥意思 那坛子 不是 妈 那啥意思 您让我说两句呗 说说说 那坛子是不是古董吧 我不知道 但我现在觉得呢 那坛子没那么简单呢 你想啊 那李主任 他凭啥就那么痛快 就把那贷款给批下来了 还有那说啥 骗的给你三百块钱呢 媳妇啊 这坛子指定他是古董 真的 古董 你可别瞎说了 我们家祖宗塞的贫奴 哪来的古董 它不存在 你家贫奴 可我家祖宗还有在王府里当丫鬟的呢 你把你个嘴给我闭上 媳妇啊 沈子一点不胡说呀 人二望都说了 电视上有个坛子比我家那个小多了 就这么丁点 就这么丁点人卖十几万呢 这个节目我也看过 那早些拿走的时候我不知道 我要知道任何买个别的拿走 也不能拿走那个呀 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啊 媳妇 是 这样吧 你们也别吵 也别闹 这个事呢 是我想的不周全 这样吧 我现在马上去把那坛子要回来 那可太好了 媳妇啊 那贷款的事咋整啊 回头再说吧 要不我和你一块去吧 你说这出事反尔的事 你一个当主任的咋说呀 那真是个古董啥的 那李主任这会儿退不退个年 还两句话说的呢 说得也是啊 那行 你跟我去吧 行 你等会儿我啊 婶 我把车放这儿了 行 我们俩坐车去 那就让你受累了 你说啥都得给我要喊了 那走吧 媳妇 走 走 放心吧 婶 这李主任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呀 这玩意 就这儿了 你说这把东西给人家 又跟人家要 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媳妇啊 要不然咋回去吧 我这一路上我都心思呢 咋要是把坛子要回来了 那贷款肯定办不成了 办不成再说办不成的话吧 再说了 你跟你婆婆不对付 别因为这事 再生出什么事来 而且我还在想 你说这坛子要是真的那么值钱的话 咱送给别人 那多亏啊 可惜了啊 是啊 走吧 别想那么多了 请进 李主任 我说张西风啊 你是真着急还假着急啊 你怎么才来啊 行了 你到楼下搬手里去吧 我 李 李主任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不用说了 买东西花钱这是正常的 多点少点呢 就算咱们交个朋友 你走吧 我这还有几个朋友啊 那也行 李主任 这样 你先跟你的朋友聊 等你聊完了 我再跟你说两句话 好了好了 你先到楼下搬手里去吧 还是我们聊完了 我再去搬手去吧 行行行 去吧去吧去吧 嗯 周总 好 什么都别说了 好 回头打那块 好的 好 再见 再见 你可别跟我说 你们代可能增加了啊 这可有点困难 不是这事 是 是 是那坛子的事 怎么又是坛子 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你怎么又提起来 咱们呢 也别说谁吃亏占便宜 里外里呀 没差多少 算了 我认了 不是你认了的 是我把那坛子拿来的时候 人家不知道 现在人家要要 那啥 那坛子吧 是我老婆婆的 我爸为了贷款 我就给偷出来了 我老婆现在吧 她说啥都要要回去 张继帆 这坛子 有进步啊 你知道自己不会撒谎 你就带来一个是吧 可惜啊 带来这个也不会撒谎 这件事啊 就这么定了 不就差二百多块钱吧 算了 你们呢 还是到楼下办手续吧 好吧 不是 那确实是我老婆婆的 我老婆我真不知道 再说 再说那 那不是差二百块钱的事 是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坛子 拿回去 嗯 是啊 嗯 那好 走到我办公室啊 好 好 其实啊 当初你就不该拿来 完毕归照 坛子啊 拿回去吧 真的 真的 李主任 这是你那三百块钱 嗯 你当初啊 就不该拿 给你钱你又不要 逼得我没办法 只好给你交电话费了 不过也好 坛子拿回去了 我心也净了 不 这 哦 对了 李主任 既然你喜欢这玩意儿 那你肯定是行家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这坛子 它到底值钱吧 值啊 哦 那值多少钱呢 啊 起码也值 五十块钱 看来呀 你们今天来 不是给我还钱来的 不过还好 歪打正着 我 李主任 李主任是误会 真的是个误会 不是你你说那个少二百多块钱也无所谓 我都没反应过来 这 这让你们见笑了 不不不 见笑的应该是我 你说送人家这么一个玩意儿吧 还跟人家要回来 我 你呀本来就不是那种请客送礼的人 你那三百块钱呢 我是硬着头皮给你交的电话费 哎呀 我知道 你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行了行了 谈子啊 你们拿回去吧 嗯 哎 行 那我们走了 嗯 不好意思啊 别客气 走了啊 哎呀 怎么还有事 李主任 那我们村那贷款 贷款 贷款怎么了 不是让你们到楼下办手续吗 真的 真的 办 马上下去就办 李主任 谢谢了啊 也不客气 走吧 我说什么来着 不能玩儿想外吧 行了行了 你把他摔了 我真想把他摔了 惹着这么多麻烦了 还让你挺挂不住了的 哎呀 有什么挂不住了的 这结果多好啊 你看人家把贷款批下来了 这摊子人家也没要 多好 是啊 嗯 回去赶紧把摊子还给你婆婆啊 嗯 今天的收获真不小啊 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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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来了 哎呀 大宝贝拿回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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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东西老值钱了 你可得收好了 是吗 那 那都谁说的值钱了 那啥 那信用生的李主任说的 人家懂行 人家吧 是行家 哦 那 那他愿意退给咱了 那当然不愿意退了 那所以贷款那事吧 就慌了 那为了要回这坛子吧 那可是牺牲贷款那事啊 哎呀 不过还好啊 哎呀 您老的大宝贝 那算是保住了 我说你呀 竟整个不存在的事 你当过贷款了吗 哎 那个啥 那个 那个李主任没说 这个坛子能值多少钱呢 那 那他倒没说 那不过 不过还的时候啊 哎呀妈呀 那老舍不得了 嗯 他吧就 那 他就这样子的啊 你好 就这样抱着 就抱着 然后那一顿地摸呀 摸呀 老喜欢了 是 不舍的你 是不是啊 哎呀 咋的 那还能有假呀 哎呀 哎呀 你可得收好了啊 哎呀 老值钱了啊 真是 哦 收好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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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别碰你碰你 你再给我摸小了 哎 老头子 你赶紧找个木匠问问 打个柜子得多少钱 干啥呀 哎呀 你别管了 你快去问问去吧 不存在的事啊你 包括 你知道吗 通过谈子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呀 我这个脑子真是愚笨 不过 也说明一个问题 不是所有当官的 有权的 都喜欢别人给人家送 是不是 特别是咱们年轻人 不能太事故 这不 有句话说的好吗 叫 人间正道是沧桑 西凤姐 你就别说我了 我当时也是有病乱投医 死马当活马医呗 我可没有怪你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呀 我们这些村干部 有时候想为乡亲们 做点好事 做点实事 也得讲究一个方式方法 特别是不能助长 社会上那些歪风邪气 你说是吗 我知错了 主任 你今天叫我来 不会是给我上课的吧 当然不是 知道吗 今天 莲花的事情 让我想了很多 又怎么了 你看 咱们村现在 男人都不在家 这谁家没有个难处 可是出现了问题 我们就得想办法 就得解决 你说是不是 嗯 就是 那天我们家水井坏了 我跟我妈在家弄 半天都没弄明白 你看 所以啊 我就在想 我们张领村啊 要不要成立一个联合体 就是说呀 把每家每户 联合在一起 你家有困难呢 这个联合体 就来帮你家 他家有困难 这个联合体 就去帮他们家 可是 大家能接受吗 怎么接受不了啊 这是对每家每户 都有好处的事 为啥接受不了 嗯 也是啊 那我明天去跑一跑 听听大家的意见 嗯 抓紧时间啊 那人家猪都是黑的 咱家整个棕材 谁一看都不得怀疑啊 谁看呢 看看看的 也就你吧 两只眼睛盯着自己家的猪 赶紧干活吧 不要 别跑 咱家猪 这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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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卡倒了呢 妈 姑娘 妈快把钥匙给我 你要干啥呀 帮他们看看咱家猪 看猪干啥呀 我告诉他们 咱家猪变嗣了 他们都不信 这孩子胡说八道啥 什么时候猪变色的 就是不信 听说过变色龙 还没听说过变色猪呢 就是 小娜一定说假话吹大牛 就是 就是吹大娘 妈你快把钥匙给我吧 我要他们看看 到底是谁说假话吹大娘 闭嘴 胡说八道 什么时候猪变色的 放学回家去 回家去 赶紧回家去 回家去 小娜 我没吹你 真变啥呢 真没吹你 我真没骗你们 我真没吹你 妈呀 来来来 大家找地方坐 别站着 都坐着 我在一起 快坐下来 这怎么坐着全坐满了 坐吧 怎么挨汤坐着呢 谢谢你啊 快点抬回来 快坐 快坐 谢谢啊 大伙先安静一下啊 我先说两句 今天召集大家到这来呢 想跟大家商量一件事情 咱们张领村啊 想成立一个妇女自助互助联合体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西方 啥叫互助联合体啊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你们都知道 咱们村的男人 大部分都进城打工去了 就剩下咱们女人了 这不管是家里还是地里的活 好多呢 咱们女人做不来 那怎么办 我们就在想啊 是不是应该把大家联合起来 不管是大事小事 大家进行互相帮助 互相照应 你们看行不行 对啊 这好啊 主任 比方说我们家有干不了的活 大家都能去呗 那当然了 既然是互助联合体 大家就有义务无偿的 对你进行帮助 而且咱们这个互助联合体 应该有一定的规章制度 有些事就是去了 也帮不上忙啊 那为啥呢 你比方说 我家呢往地里运肥 大伙都去了 去了也帮不上忙 因为啥呢 这帮妇女同事全不会开车 总不能一帮人在背后帮着我一起推吧 对啊 媳妇 你说这光联合也不行啊 那得有啥技术啊 你们这个问题提的特别的好 我想咱们可以这样啊 咱们把村子里头懂技术的人 咱们也把他们联合起来 让他们加入咱们这个组织不就完了吗 主任 那得联合谁啊 村里的广大 还有二旺 他们不都是有技术的吗 咱们跟他们谈谈去嘛 主任 我有话想说 不知道行不行 你说 就是 那个联合体 是不是自愿参加呀 对 那就是可以参加 也可以不参加呗 那当然 我不参加 二白 你们大伙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这个李二白 这假似的 怕咱们大伙沾着他们家广大的光 主任 这个是他自己不愿意参加啊 属于自动退出 到时候他们家要是遇着啥事的时候 咱们大伙谁也不许去啊 说好了啊 谁也不许去啊 好开心 来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 这每家每户呀 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 再说了 咱们这个互助自助联合体 是自愿参加 不能强迫 所以这件事情到这就打住 不要再提了 好了 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 那么现在我宣布 张领村 妇女自助互助联合体 正式成立了 好 主任 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啊 这莲花和我想到一起去了 我是这么想的 咱们张领村啊 最近是好事不断 你看 贷款批下来了 这妇女自助互助联合体 也算是成立了 这是继男人进城以后 咱们妇女工作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啊 咱们要大张旗鼓 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 好 姐妹们 咱们一会儿啊 就在这个文化广场集合 你们每个人给我穿的漂亮亮的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吹拉弹唱 你们把你们的绝会都给我使出来 好不好 好 这事咱们都找二望 你说是不是 那啥西风 我去通知他呗 不用了 二望还是我去通知吧 我还要跟他谈一谈联合体的事情 对了 秀玉 你去把五叔还有花婶找来 让他们呀 给咱们把这个舞台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最好呢上面挂上横幅 咱们这次呀 一定要把大家搞得热热闹闹 高高兴兴的 好 咱们这事 帮您点不好 有啥不好的 哎呀 什么叫互助联合体 我还不知道他们心里咋想的 就想瞧什么人 让自己老爷们进城打工挣钱 完了让我老爷们帮他们家去干活 那心里想的咋那么美呢 没门 你看 这啥事让你一说就变味儿呢 那就是一个村住着互相帮个忙啊 咱家去啥呀 啥也不去 我用他们帮忙 我才不用呢 反正我觉得这事啊 有点欠考虑 你啥意思啊 我让你帮他们干活就不欠考虑呗 这自己家活还没干完呢 是不是没累着你啊 还是干够了 你这话说的 你自个家活还有干够的时候 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妈在家呢吗 在呢 你把这儿吵什么都干了 小林 一会儿文化广场 妇女互助联合提演出 你妈也联合了 想着去看啊 啊 四婶 在家呢吗 你瞅什么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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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比我好看呢 丑啊 你看你这话说的 你扯哪去了 我不看看她说啥吗 她能说啥 不就是看演出吗 真有意思 我要想去看的话 我就去 她还能拦得住我呀 我要不想去的话 请我我还不去呢 人家那都是妇女互助联合体的 我不知道咋的 那不是自愿的吗 诶 诶 是自愿的 是自愿的 演出的时候我就自愿加入呗 那演完了我就自愿推出 还演这儿行不 行啊 你啥事不行啊 那行你自己去干活去 我回家捣食捣食 你放心 你媳妇肯定比这帮老娘们好看一百倍 你快去呀 轻点儿得早 二王 什么事 洗衣装呢 好 放下我来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我来 那不用那太脏了太脏了 哎呀我来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那个有事吧 还真有点事 那你要真找我办事那就别给我洗衣服 哎你这话说的我还就不帮你洗了 来 胡说事 二王 咱们村成立了妇女互助联合体 这事你知道吗 你们妇女的事我哪知道啊 妇女的事不影响大老爷们参加 我想把你扩大进来 扩大我 我那有啥作用呢 这可是全体妇女的呼声 啥 啥呼声 你忽悠我呢 哎呦 你又不是唐僧肉 我把你扩大进来能吃了呀 不是 我是在合计 我有那么重用啊 哎你啥意思啊 你想拿我一把是不是 那那那倒不是 那倒不是 我是我是 我是合计啊 我我我来我来 我是合计 就我我不是上城里打工吗 你这一联合来 我打工时间不理推嘛 是吧 我后推 二王 你参加咱们这个互助联合体啊 不吃亏 真的 你看 村里的贷款已经办下来了 这个养殖业马上就发展起来 等大伙赚了钱了 你也有钱了 也好结个婚 娶个媳妇 你说呢 哎 真的啊 这个对象我帮你张罗 哎呀 那个带好了 到时候我这一忧就再脏都有人喜 哎呦 瞧你这点出息 这结婚就是为了找个媳妇洗衣装啊 那倒不是 那个 主任 我问你件事 就是我到时候我跟他们联合了 那他们家男的不能对我有啥意见 能有啥意见啊 我又不是把你联合扩到他们家去 别瞎想了 不是 我是 关键我现在不单身一个吗 万一弄出点绯闻不好 哎 诡闻哪 你以为你是啥想拨拨呢 行 那那 那我同意了 但是那主任 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 啥话 就是不要把你扩大联合到别人家去 啥呀 我这是我我我非笑的事吗 放心吧 我哥心里了 行 那行 二王 嗯 我就正式通知你加入咱们这个妇女护助联合体 好不好 我不能算正式加入 咋啦 我得是光荣加入啊 又美的你 哎 二王 今天下午啊 咱们要搞一个活动 一呢 庆祝这个妇女护助联合体的成立 另外呢 庆祝一下这个贷款审批成功 大家呢是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 你呢 把你的绝活也亮一下啊 没问题 我六千多节目 你还八千多节目呢 行行 那这点小事对我来说手拿把架 这次呢是第一次以这个妇女联合体的形象出现 你卖点力气 别让我操心好不好 你就放心吧 行 好了好了 你不就这点事吗 我同意了 你就你就 哎呀呀累了你累了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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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二汪让我讲两句 我就讲两句 今天开始 咱们张领村 妇女自助互助联合体 就成立了 这个联欢会呢 没有别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呀 玩好 唱好 每个人啊高高兴兴的 咱们目的就达到了 好 咱们是不是还得要个 啥主持人呢 啥主持人 你就来吧 那可你一日来 你 我当主任行 这我可不行 二汪 二汪 这个事哪能一把手 亲自上阵呢 我看就陈莲欢了 我说大伙 咱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主持人陈莲欢 闪亮灯堂 好好好 有声吗 有 好 现在我宣布 张领村 妇女自助互助联合体 大行为演出 也就是联欢会 现在开始 好 好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女士们 先生们 晚号访 晚号访 啥呀 晚上好 还晚 还晚 太紧张了 在这儿这是白天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女士们 先生们 下午好 首先那第一个节目 让我们欢迎 由我们村 德高望重的花婶 带领的 我们的大婶们 大娘们 为大家盖着集体舞蹈 洗衣服 大家欢迎 好 好 我 我 我 嗯嗯嗯嗯 嗨啦嗨啦嗨啦 嘿嘿 送了送了送了 嘿嘿 好 乡亲们 我们村的老一代的文艺爱好者 演得怎么样呢 好 你们还想不想看呢 想 没有了 等下一次吧 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也就是才艺表演阶段 呃 就是大家有什么绝活 有什么拿出好戏 都可以上来踊跃表演 有没有上台的 原来原来 你 来 快去快去 李二白 让我让我上呢 不是 李二白 有你啥事啊 你也不是咱们村 护住联合体的成员呢 不是我咋不是联合体的主任 我是不是 是是是 我是有联合体的 是不是都可以唱都可以跳 对呀我现在已经出了 我就是联合体的 别输了 演完出了我就是退出去 这样吧二白 先让 先让袁玲上去唱 他会吗 李二白你这样 你下一个 袁玲上来上来 来 大家欢迎 好 你们那啥 我吧今天也挺高兴的 我也来一段 就对我小时候大修教的那段 警剧 乡亲们 听我说 我家的表书 书不清没有大事 不当门 虽说是 虽说是清卷又不相认 怕她比清卷还要亲 我说老头子 你说那个袁玲得瑟我啊 她也不知道磕谁 那凝领哒哒 凝领哒哒的 就跟人唱唱唱啥玩意 不知道唱啥玩意呢 在那儿 你今天这村里边 妇女连什么体成立吗 是吧 啥什么体啊 啊 她就是嘚瑟 她要不整出点啥事呢 她算没完呢她 您瞅着 唱个歌能出啥事 唱歌 唱歌